暑期的时候 职工海雅辉接到了康宇的新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表达了想念我们 所以才排车将近三个小时 对他们姐弟俩进行新的这样一个关怀 相隔了三个月 终于能见到日思夜想的刺激职工 康宇迫不及待从大义的家里冲出来相迎 母亲过世后的康宇姐弟 现在有两位阿姨抚养 志工老早就想来探访 但怕打扰了他们的生活 直到康宇写了信 大家才赶紧过来 我们看到康宇姐弟俩的精神面貌 有了很大的变化 已经逐渐地走出了这样 父母离世的这样一个阴霾 并且他自己对学业也逐渐有了信心 志工们看到了康宇姐弟俩的这样一个转变 心里也非常的欣慰 这个是充电 一直跟康宇有书信往来的志工韩亚辉 这一次还带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小飞像是刚开始 就是他受很多人欺负 因为他的耳朵太大了 他走路都摔跤了 然后就把自己不屑不屑地努力 他护上这小翅膀飞起来了 成了一个马西藏的大明星 一巴了 变成了这个 还真好玩啊 看起来 来 走两步 来 来 再查 换上志工送的T恤后 康宇姐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志工的鼓励下 他们也写下自己 近期的学习目标 今天军业高考还有313条 然后我会努力的 然后争取考上本语 满满的自信 加上志工祝福 期待这份学习动力 一直延续到隔年 金榜提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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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北京等待你 大家新闻 知晟美志工 王云秀 河北报道